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载质天下》由于阳为您播讲,请听第634集。 耶律、罗汉奴、萧迪里领着西京道猪将正等着出现,已经半个时辰了,但萧十三所在的房间却没有任何动静。 终于,房门一动,不耐烦的将领们立刻又振奋起来,可出来的并不是萧十三,而是萧十三最为亲信的幕僚。 耶律、罗汉奴含着脸踏前一步,正要揪住人好声地拷问一下,但那名幕僚却镜字比了个晋升的手势,让罗汉奴小声一点说话。 萧十三这两天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,韩刚毫无顾忌地下杀手,拿着挡向陶人的手机来冲门面,让他的计划成了笑话。 哪有这样的经略史,宋人的文臣不是应该这样啊? 如果在草原上针对各部族的剪钉的策略,自开国时起便从来没有停止过,或是挑拨内乱,或是逼迫上缴大量的贡品,更有直接动手割上一片草。 但宋人还做得如此顺畅,可以说少见至极。 萧十三驻守西京道,还听说许多西北手边的文臣将藩人视为比汉军更强的战力,而给予许多优待。 几层听说过惠贤归附藩人太多的例子,就是缺粮草也该想方设法挤出来,从南面运来一批,还能有什么麻烦呢? 不过耽搁时间而已嘛。 记得只有宋人开国的时候在北汉做过,当换作是藩人,最多只有一两个部族被剿灭,可从来没有一口气将十几几十个部族全数毫不留情地图录。 现在萧十三派出去的三百兵马有两只被确定被歼灭,耶律士良的那一队甚至没有一个人逃出生天,而宋人出手杀灭他们, 甚至都不需要什么理由,只是嫌人多而已,可以说是冤枉的不得了了。 不能浪费太多的时间。 幸好最后派出去的一队人马幸免于难,而且经过联络确认,他们被安排在最前沿的柳发川修筑城寨。 柳发川紧邻东盛州的武清军,这也是为什么能这么快联络上的缘故。 修筑柳发寨的党项苦力大约在三千上下,而驻扎此处的宋军也只有五千不到。 另外一个直面辽境的前沿据点,则是在曲野川北向的支流卓伦川北边的暖全峰,同样是党项苦力与驻军数量相差不大。 宋军的主力基本上都是在唐龙镇、紫河叉以及更名盛州的旧丰州的这第二道防线上。 党项人不善营造,如今被逼着做工,累死累活,对宋人的怨恨不会少。 虽说比起对大辽怨恨或许会差一些,但毕竟宋人就在眼前,离得越近的仇人,这恨意只会燃得更旺。 只要有一点火星,那肯定就能烧起来。 耶律罗汉奴紧紧揪着萧十三幕僚的衣襟。 舒密是不是想立威,敲打我们这一群没有眼色的人呢? 刚刚清理完那群黑山党像,连歇也不准歇,就从黑山下把我们叫到五清军这荒地来。 行啊,我们就在这院里跪下了。 跪到舒密出来就可以了吧,这应当就能让舒密看到我们一片赤心了吧。 耶律罗汉奴脸上笑得灿烂,双手却越收越紧,将萧十三的幕僚勒得脸色血红,脚像青蛙一样,一下一下地抽搐着。 其他将领则冷眼看着耶律罗汉奴闹事,在黑山下两个月的征战充实了他们的家底,但也将战马使用到了极限。 这时候应该是回家去向妻儿炫耀自己的功绩,顺便休养生息,对于萧十三的命令,没人是心甘情愿。 房门吱鸦一声响,萧十三推门而出,看到这一幕,脸就顿时沉了下来。 罗汉奴,在闹什么? 耶律罗汉奴松了手,让快喘不过气来的幕僚双脚落在了地上,抬头笑道,哈哈,舒密终于出来了,末将只是疑惑哪里犯了过错,饿了舒密,正想问一问明白啊。 对官位比他高得多的北院舒密使的愤怒,耶律罗汉奴也没有多少胆怯,只是手上有兵,就是耶律与新,也不可能随意的责罚。 即便是心灵之地,五院部穷蝶次的儿子也必须分一半给六院部,身为六院部的仪里锦,也就是南院大王的亲弟弟,并不用担心得罪耶律与新帐下的宠臣。 肖十三没有跟耶律罗汉奴说话,先探手将幕僚掺起来,好生抚慰了几句,让他先下去休息,然后才对下边的将领说话,不是耶律罗汉奴,而是仅次于他的肖底里。 宋人正在柳发川边修住城寨,据此只有三十多里,有三千多黑山党乡做苦力,看守他们的宋军在五千上下。 舒密是想攻打柳发川的宋军? 肖底里的问题,没有一个人感到惊讶,被叫到紧邻旧风州的五清军,不可能有别的差事。 柳发川那边,我已经安排下内应了,只要大军一到,他们立刻就会起兵。 是耶律试良? 耶律罗汉奴在旁冷笑着,听说他被派出去了,不过他一向糊涂,舒密不怕误了大事。 不是他。 肖十三无心多解释,耶律试良全军覆没在宋人手中的消息,他并没有说出来的打算。 内应在柳发川的宋军营寨,伪装成了党项人,被宋人当成苦力使唤。 哼,好个内应,一天宋人给多少工钱? 耶律罗汉奴挑起眉眼,末将等人打过去,不是耽搁了他们赚钱的机会吗? 周围的将领扯起嘴角,想笑又不敢笑。 肖十三只当没有听到耶律罗汉奴的挑衅。 不,只要你们各领本部贴近柳发川和暖泉风就够了,剩下自有人去做。 哦,就这样。 肖底里疑惑地问道,其他将领脸上的嘲笑也都转成了困惑,耶律罗汉奴则是一点不信地摇着头。 够了,只要你们装装样子就够了,剩下的自有那群黑山党项去做,你们到了五星军之后,送人逼着黑山党项日夜赶工,结院,结得可就深了。 肖十三转头看着罗汉奴挑起眉,咧开嘴笑道,哼,辛苦了两个月,怎么会让你们再上阵厮杀呀? 五千,一万,一万五千,两万。 树木不断地增多,多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,最后停止在两万三千,直至让人麻木。 韩刚将整理出来的军工部放下,对身边的李献说道, 不过,真正属于被官军亲手斩杀的部分,大约只有一万出头。 李献五味杂陈地感慨着,别说一万,就是五千,放在过去,已经可以让天子告绩太妙了。 可惜西夏灭国后的党项人,成了斩首宫的航首,只做大买卖了。 韩刚笑道。 记得从厄之前在延州,于西夏军内乱之际趁势掩杀,斩首也是超过两万呢。 其中有多少是死于内乱,有多少是死于官军的斩马刀,恐怕从厄自己也说不清楚。 韩刚说道,而且眼下最大的问题,有从厄在延州的斩获在前,这些斩首宫很难换来更多的收获。 就跟当初刷胶纸兵的斩首一样,党项人的手级越来越不值钱,贬值得很厉害,过去一个手级也许能换五匹捐,但如今能换来一匹捐就不得了了。 在袁浩领军肆虐的时候,十几级党项人的斩首就能换来关节的晋升,但到了如今,已经得从一百开始起跳了。 十分标准的通货膨胀啊。 韩刚呼了口气,摇头苦笑了一下。 什么时候,撩人的手级也能变得如此低廉,就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。 只是不知道还需要多少年。 而且现在最让人恨的,是斩获的七百契丹骑兵。 如果他们的身份能够让人信服确认,甚至能抵得上十倍的党项人。 可是眼下能明确其身份的证据,除了武器、法式、战马和一些随身的小饰品之外,便没有更多的了。 这些证据,供韩刚等将帅做出判断已经绰绰有余,但战后,论功行赏却远远不足以让人确认,最关键的就是没有旗号。 纵然河东临服两军心中发痕也是没有用,韩刚不会支持他们上报,而且即使上报,朝廷那边也不可能承认,否则日后保不准就是几千几万的契丹斩首冒出来了。 不过这样一来,等到朝廷功赏下来,可能会有些乱子,幸好城寨的修筑正在进行之中,还是有弥补的机会。 以辽人一贯的作风,还有萧十三本人之前表现出来的性格,多半是不会放过的。 只是在数万辽军大张旗鼓的进驻武清军之后,盛州这边上上下下就提高了警惕,辽人当也能探查得知,这么一看,辽人会不会来又值得商榷了。 韩刚正想着辽人到底会不会来,皇上匆匆地跨进厅中。 龙途,柳发川大营急报,辽人举兵来攻,兵马上万,请求龙途及早发兵救援。 李线豁然而起,拍案大叫,辽人果然还是来了。 扭头看向端坐如初的韩刚,龙途。 韩刚摇摇头,叹了一声,抬头问着李线,不知都知跟人赌过吗? 李线愣了一愣,偶尔有之啊。 韩刚笑道,看来都知不是赌徒,所谓赌徒,赢了之后总想赢得更多,输了之后则想着翻本,永远都被粘在赌桌之上,最后倾家荡产。 龙途,皇上急叫道,从时间算,柳发川现在已经接战了。 不用着急,韩刚笑了一笑说道,传令奢克行,按之前议定的方略徐作,至于卓罗川和暖全峰? 他抬眼放着李线,这些就拜托都知了。 夜色笼罩下的营垒工地上,依然灯火通明。 肩上近百斤的复旦空空如也的肚子,让萧海里步履维艰,亮亮腔腔地走在通向外围债墙的狭窄的小道上。 过去根本没有做工务农的经验,但十天来的磨练让他即便还是摇摇晃晃,还是能将装满黄泥的担子稳定地挑在肩头上。 不过萧海里痛恨这样的磨练,痛恨这种被皮鞭和刀枪逼出来的本事。 明明是领着三百骑兵来头的囚守,在预计中应该是被宋人好生的款待,甚至应该是奉承的对象,却被一体同仁的被发遣来挑土夯住。 在进入宋军的营地之后,武器战马都被收走了,反抗者立刻被诛杀,在宋人的围困下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。 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让萧海里扭头看着挑着担子的肩膀,皮又破了,血水都渗了出来,已经被磨破的羊皮袄又沾上了心血。 血泡破掉的位置,等长好之后,多半就是一层厚厚的老茧,就跟手上拉弓,挥刀练出来的老茧一样。 但当年磨出来的老茧让他欣喜和自豪,而肩膀上的老茧只会让他成为笑柄,就算回去之后,也不能让老茧退去之前再光着上身。 不过只要能回去,丢脸就丢脸好了。 磨蹭什么? 一声呵斥,皮鞭破风随即响起,萧海里背后便是火辣辣的一阵剧痛,疼得他亮亮腔腔,烈烈切切,冲了几步才稳了下来。 萧海里听不太懂汉人的话,但皮鞭和剧痛比什么言语都更加容易,让萧海里明白宋人监工心中的不耐烦。 萧海里狠狠地咬着牙,低头下去将担子吻在肩膀上,到底什么时候来救援的人才能来? 早知道会有今天的情况,找个借口推掉这个差事多好啊。 三千多人被分成了整整一百队,只有每天完成最好最快的前十队,才有饮食和劳逸上的奖励。 其余绝大多数的小队,全都是以不饿死和第二天能继续做工为基准,得到每日的口粮,犯了错之后,直接被鞭吃致死, 甚至拉到众人面前吊死和斩首的苦力,每天都有十几个。 而想从这里逃跑,根本是不可能的。 日以继夜的工作,耗光了每一个人的体力,而周围监视工地的宋人,更是一点破绽也不漏。 十几天来,出逃的上百人,一个不留的,全都悬头于原门之前。 小海里许多时候都在想,还不如饿死在大漠里,在这里为宋人羞辱成寨,甚至比饿死还要痛苦。 在宋人的压迫下,周围的党项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,但越是这样严酷的压迫,爆发起来就会越严重。 只要有一个机会,撒些一点火星,便能将宋人专心修造的这间大营给烧起来。 小海里之所以能忍耐下来,正是在等待着这个机会。 小海里阴冷的视线绕过周围的监工,只要机会一到,这里的宋人他一个都不会留,只要再忍上一阵。 再这样下去,谁都活不了了。 一声大吼,在前面离小海里只有几步的同伴,突然间丢下了手中的担子,只把中间的木棍拿在手中,左右一挡,便将靠得最近的两个监工挑飞到了一边去。 阿鲁黛! 小海里心中大吉,那可是他的亲弟弟,都忍了这么多天了,这时候忍不住,可就要前功尽弃了。 还等什么? 阿鲁黛反吼回来,想挑土挑得死啊! 小海里正想再说什么,十几名监工立刻熟练地围了上来,那圈的几个人手持棍棒,外圈则是一张张扯开的神臂弓。 几只箭矢从周围监工的宋人手中射出,神臂弓巨大的力道在近距离轻易地将箭矢射进了泥土里,顺利地将几个蠢蠢欲动的苦力给吓得不敢动他。 神臂弓就在身边,小海里动也不能动,就算那是自家最为亲厚的兄弟,却无法伸出手去,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乱箭射穿了身躯。 肖阿鲁黛是难得的勇士,连生命也一起放弃的爆发却没有撑过片刻,挥舞着棍棒,连着打翻了几个监工,但立刻便是见识齐发。 在极近的距离上,离闲的沐鱼短尸完全射入了他的身体中,从弟弟身上流出来的血,一条小溪般蜿蜒到小海里的脚边。 低头看着脚尖上蕴开的暗红,小海里静静地站着,要不是还有一线逃脱的希望,小海里就要在这里与人拼个你死我活。 他刚才是在跟你说话吧? 两名监工拖走了肖阿鲁黛的尸体,又一个人站在了小海里的身前。 小海里方才与自己弟弟的对话不可能不引起宋人的注意,肯定是要审问明白的。 但小海里动都没有动弹,只是盯着脚尖,地面上隐隐有着震动,细微地让人难以觉察。 但在一直期待着援军到来的肖海里的感觉中,就如同沉中木骨一般的响亮。 终于来了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鱼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634集。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635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